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非常在于说他比较不好理解 尤其是我个人 这个程度有限水平一般 我没什么把握把相对监涉的东西 然后想办法让大家了解 所以第一个问题在我 我讲的不好 我还没讲就知道我讲的不好 因为很难讲 这很难 如果有一半的听众朋友 网友能够听懂我的意思 我就觉得我成功了 我的目标是50% 好不好 我们今天会花点时间谈一些 比较困难的片段 那种喷口水的 那种我比较没兴趣 喷口水还不几年 我喷20几年了 我从2000年开始当名嘴 这喷口水对我来讲 没什么挑战性 互骂 耍宝 这太简单了 那要跟大家讲 这些比较监涉的题目的原因 是在于说 不会有人谈 放眼现在这些政论节目 不管是电视的 广播的 网路的 不会有人去谈这个点 为什么 因为很难谈 如果在电视台谈是死定的 那一定转台的 因为听得懂的人不多 普遍来说 我讲这个没有别的意思 普遍来说 这个政论节目的主持人 跟评论员 民嘴水准不是很高 然后立委的水平也不怎么样 所以 有的时候当 这个 很离谱的言论出来的时候 他会骗了一些人 会有一些人被他骗 然后大家听不懂 听不懂也 这我们标先不要上好了 好吧 我们先来第一支影片好了 我总共播两支影片给大家看 我先不要讲答案 我先播影片给你看 那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网友 我比较抱歉的是说 你要帮国民党的辩护的 请你右转 要帮民进党辩护的 请你左转 要帮民众党辩护的 你直接转台好了 我是非常看不起黄国昌 柯文哲这些人 我今天连骂黄国昌的时间都没有 我待会来争取一下 因为黄国昌很好笑 基本上是一个 之前我们也有提过 很可悲的政治人物 我就比较不想提他 这我们是44秒 另外一支是几秒 我们先44 来来来 我这个描述 这个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播给你看的影片 是昨天晚上在立法院 那所谓的国会改革 无法通过之后 这个国民党的总招傅坤奇 这个发表感言 那他讲什么呢 我这个44秒 来我找一下 来来来 我播给大家听来 全国唯一的九年的五星县长 傅坤奇 被民进党 用刑法一百条 意图判乱都已经取消了 用意图犯来办我 我不但没有违约交割 不但没有内线交易 用意图一讲行情 把一个五星县长打入大牢 本来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 但是很难过的 看到杨文科 看到林芝妙 看到高宏恩 看到谢果良 甚至看到柯文哲 都会是持续的受害者 我们在这里再次的感谢 所有全国的乡亲 让傅坤奇站在这里 来救台湾 傅坤奇救台湾 傅坤奇因为 他不止在48委员会会拍桌 这个是在院会 他在院会也拍桌 从我知道有傅坤奇 这号任务以来 这几个月 是他最嚣张的时候 小人得志 大概就是这个嘴脸 你在委员会拍桌 在院会也拍桌 你在得死什么 你在得意什么 你在贴什么 我在讲到一半就要拍桌子 我就怕 这个实在是 这我们来41秒的 刚刚这个傅坤奇 另外一个影片是 他在这个 议场外 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 这个傅坤奇的谈话 没有错 就是被民进党 用所谓意图影响行情 我们要再次表达 新法一百条意图叛乱 都被民进党当年要求要废除 现在却用意图影响行情 意图犯 不是委员交割 不是内线交易 却用意图犯 把一个五星县长压去劳改 民进党 现在救台湾的人要来了 我们一定会把这八年的贪腐 一一的揭发 让全国国人都能够了解 不要 不要 不要惧怕 如果你没有贪腐 你就不要怕 你有贪腐 就是一个诈骗台湾 自己在心虚 一个是在立法院的院会 一个是在议场外面 他讲的那种 这是大同小异的 就是说 民进党对他政治破坏 政治追杀 那这个傅昆奇的言下之意说 他没有炒股 他没有内线交易 那这个用意图犯 我只是意图 然后民进党就把我抓去劳改 其实傅昆奇是去外议间 他哪有劳改 他被抓去 这个花莲监狱服刑 这谁敢谁敢修理他 谁不知道他是花莲王 这个也没什么 他出狱假释出狱的时候 一千多个人在花莲监狱外面迎接他 花莲县各界上上下下 一千多个人在监狱外面等他 这个跟黑道大哥出狱 这个行情 没关系啦 就说我为什么播这两段给大家听 就是说 让大家看看国民党的总召傅昆奇 那他是怎么在立法院 在所谓的国会改革无法之后 他就讲这个干嘛 你看他讲的东西是 他自己以前的官司 他两度入奸服刑 两度被判有罪定验 都是跟证券交易法有关 都是炒股票 简单讲三个字就是炒股票 没什么好讲的 那他昨天在立法院讲这个干嘛呢 好不好 各位听众朋友 你要动动脑去想 不要人家讲什么 你就信什么 你要动脑 不要被人家带风向 不要在那边瞎起哄 通过国会改革无法跟傅昆奇炒股票 有什么关系 你有听懂吗 很难懂对不对 这我就跟你讲说很难 那傅昆奇讲这个刑法一百条 这个是 这个几年了 这三十几年前的事情 1992年的事情 他讲 我跟你讲 1992年的事情 我们就讲刑法一百条 他到底在讲什么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么三十几年前 你出生了没 搞不好你还没出生 1992年的时候 你出生了吗 1992年的时候 你在跑新闻了吗 那我们被人家叫一声 资深媒体人 资深媒体人 我们如果连刑法一百条 当年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晓得 那我们新闻也白跑了 但是 真正的 实情 是傅昆奇讲的那样 那阿智给我第一标 然后那个救台湾那张给我 两排字那个有没有 他说他救台湾那个 他说让傅昆奇站在这里 救台湾 他要救台湾 这个 这个标准的是公器私用 你在立法院谈你自己的官司 干我什么事 你怎么可以谈你自己的事情 而且你那个是丢脸的事情 那国会殿堂是变成 变成你的 你的表演的地方 只要是立法院的国师论坛 我想讲什么都讲什么吗 那傅昆奇你你这种发言跟那个 上一届的那个国民党不分区立委 那个那个陆陆有什么不一样 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 直询的时候在谈他自己的狗 他的狗叫做陆陆 他在为陆陆请命 国民党这种不分区立委 我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你在国会殿堂 讲你自己以前 有罪定验的官司 你这个就叫做公器私用 因为你讲的东西 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去扯柯文哲 扯什么林芝庙 杨文科 高宏安 这个我比较 这个跟谢国良有什么关系 我实在搞不清楚 柯文哲是他自然在侦办 高宏安即将要宣判的 七月就要宣判了 林芝庙的案子一审还没判 杨文科的案子是 我记得像是五十万交保 但谢国良有被交保吗 你去扯谢国良 谢国良现在准备被罢免了 末位发修 你去扯谢国良干嘛 所以你看傅昆奇 他东扯西扯 他把 蓝白这些涉案的 他通通把他包起来 来给我第二标 天马行空那一标 你这种 我特别谴责韩国瑜 韩国瑜讲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礼拜五 这个新的行政院长 要去施政报告 韩国瑜说希望大家 不要穿牛仔裤 要穿西装 一个国会的尊严 那立法院长做这种要求 其实是很 我是觉得没必要 穿西装的禽兽 也是禽兽 穿西装 那个只是 你服装 仪容上面的端庄而已 对不对 那立委的内在是什么 那我请问韩院长 当傅昆奇在立法院 鬼扯自己的官司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制止他 每个立委都可以这样子吗 我来发表我的心路历程 当年民进党追杀我 这个怎么样 我要准备进广告了 我要告诉大家 请你不要转台 我待会会再播一次 傅昆奇那两支影片 我要告诉你 傅昆奇讲的都是假的 他讲的都是错的 他是一个非常厚颜无耻的叉叉 当年行把一百条 是多少人 这样拼到 结果被你讲成这样子 你怎么好意思讲行把一百条 太离谱了 贝地婉三 我是陈辉文 那刚有前面跟大家先自首 因为很难懂 但是如果不谈这个话 我心里又过不去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谈一下 那你去看其他台 应该不会有人跟你谈这个 因为太难了 很难谈 那又很难懂 大家就不如不谈 所以呢 很多人会被傅昆奇骗 先给我44秒那个来 会被他骗 很像傅昆奇是真的被民进党追杀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再听一遍来 我唯一的九年的五星县长 傅昆奇 被民进党用刑法一百条 意图叛乱都已经取消了 用意图犯来办我 我不但没有违约交割 不但没有内线交易 用意图一讲行情 把一个五星县长打入大牢 本来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 但是很难过的 看到杨文科 看到林芝妙 看到高宏恩 看到谢果良 甚至看到柯文哲 都会是持续的受害者 我们在这里 再次的感谢 所有全国的乡亲 让傅昆奇站在这里 来救台湾 傅昆奇救台湾 其实是蛮好笑的 这个有第三标来 傅昆奇在讲什么 我试着解释给你听 我要先跟大家报告 就是因为我的 主要就是跟法律相关 我的底子是没有 我不是底子不好 我是根本没学过 所以我讲的比较粗浅 但是我讲的不会错 我如果讲错的很丢脸 所以我跟你讲的是 真的是对的 但是我讲的可能 没有那么的专业 那我尽量用 比较简单的方法 解释给大家听 那傅昆奇这个 他这个是炒股 这个没有什么好谈的 那当年跟傅昆奇 一起炒股票的都是名人 因为傅昆奇 他在当花莲现场之前 他的股市是非常有名的 跟那个黄润忠 你在台北股市 这个走跳 你没听过黄润忠 那你也白跑 然后台风的黄忠宏 他当年的台风案 那真的是 为什么要跟你讲 二十几年前的案子 就是傅昆奇 是个非常恶劣的被告 怎么说呢 他的案子 从他被起诉到 三审定验 二十年 二十年 为什么一个证券交易 法的案子要拖二十年 这个就是台湾司法的悲哀 而这个被告傅昆奇 非常的恶劣 每次开庭都是 拖拖拉拉 请假 干嘛 立法院开会 借口一大堆 跟他同案的被告 都入肩服刑 关上古董璋 古董璋很有名 古董璋 黄任宗 黄中宏 傅昆奇都跟这些人 在来往的 这坏子 这百名坏子 这不用说 他炒股 是罪证确凿 那他干嘛 他要趁乱漂白 这是非常恶劣的事情 给我司法院的新闻稿 我 这个可以调出 他当年的判决书 你现在看到 是最高法院当年的新闻稿 针对傅昆奇的炒股 他炒股不是 已经总共被判两次 那傅昆奇 这个都有资料 他不是只有意图而已 所谓的意图是什么 就是 我想要去炒股票 然后就把我抓去关 不是这样子 傅昆奇他完全扭曲了 这个判决 傅昆奇 你以为全部的名嘴 都被你收买了吗 你以为全部的媒体人 都不敢谈吗 我就是专门修理你这种叉叉 你睁眼说瞎话 你没有炒股票吗 你在台中高分院外面跟记者呛什么 每次开庭就跟法官讲说 我们立法院怎么样 我们委员会怎么样呢 东扯西扯啊 你好意思说你没炒股票 我特别谴责黄国昌这个叉叉 黄国昌是一个多么不入流的政客呢 他每天都在骂 馆长被开枪嘛 现在黄国昌跟馆长骂鸡骂鸡嘛 馆长被开枪 是一个黑道 叫小弟去开的 然后这个黑道的金主啊 叫做中文治啊 中文治是干嘛呢 他就是在股市 那个用TDR在炒股的 然后中文治的案子到了 台湾高等法院啊 什么换法官啊 什么乱七八糟 什么限制处境 什么很多 黄国昌就在 这个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 去咨询个案 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中文治的案子 怎么样 你们高等法院在干嘛 这个我们三月跟大家讲过了 我就请问黄国昌 请问黄国昌 中文治是不是炒股票 这大家都知道嘛 没问题 那我请问黄国昌 傅昆琪是不是炒股票 这样就好了 黄国昌经得起检验 笑死人了 那中文治炒股票 傅昆琪也是炒股票啊 那你为什么跟傅昆琪这么好 傅昆琪把你拔头小 你也是笑笑啊 对不对 傅昆琪就当着大家 把你的头拔一下 你是敢怎样 你也不敢怎么样啊 黄国昌 你一点价值都没有啦 去人看破胶手啦 平平都是炒股票 你为什么有双重标准 你不是每天骂民进党 双重标准吗 你自己不是双重标准吗 当年傅昆琪炒股票 你怎么讲的 说这个 整个很硬的 很糟糕 黄国昌那个 我们改天有空再谈 我们先把傅昆琪这个讲清楚 他想要趁乱漂白这个东西 这种伎俩 这个看得很多 这个我们有什么 这个来 给我第四标来 这个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傅昆琪啊 他在特色他自己啊 这样大家理解吗 国民党的立院党团听他的嘛 民众党团 总之后是黄国昌 现在跟傅昆琪很好嘛 在立法院通过这个法案 刚好有这个 哇这个 国会改革无法通过 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他就把他自己的官司 去把他美化 去把他漂白 把自己形塑成 是被民进党政治迫害一样 是这样子吗 是吗 傅昆琪 起诉你的是民进党吗 起诉你的是国民党啊 你不要连时间都搞错了 当年你那些案子 都是李登辉总统的时候啊 你是忘了还是害怕想起来 跟民进党有什么关系 你的案子历审 包括陈水扁 马英九 蔡英文 历经三个总统 一省 二省 三省 经过三个总统 这个到底跟民进党有什么关系 跟政治迫害有什么关系 你在鬼扯啊 好不好 像这种天下大乱 想要混水摸鱼的 中性的估加 估重量 台泥的估加 最不要脸的 我当年就讲的 但是没有用你知道吗 那时候陈水扁贪污的时候 估重量流亡海外啊 他跟特征组讲说 我回来投案 我来当药杯啊 我来检举陈水扁啊 出卖陈水扁啊 估重量啊 当年要巴结陈水扁 吴鼠珍 估重量啊 跟哈巴狗一样啊 可是他自己 因为红火案流亡海外的时候 陈水扁变过街老鼠了啊 对不对 那我回来当证人啊 我把陈水扁斩啊 交换条件是什么 不可以收押我 不可以上手铐 金控大老板啊 特征组还配合啊 我当时我就讲了 2008年2009年我就讲了 我说 不可以让这些 二次金改的这些财团金控 趁机漂白啊 趁乱漂白啊 估重量就是最好的例子啊 台尼孤家跟中信孤家都这样子啊 那个龙潭科学园区啊 有多少立委拿钱啊 通通没有查啊 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再来谈特征组 你们对特征组有期待的人 就表示你们是外行人啊 这个案子就特征组办的啊 当年的龙潭科学园区 摆平了多少蓝绿立委 那时候没有民众党 蓝绿立委啊 那个起诉书都有写啊 有谁被办 有多少立委收钱 没有查 连查都没查 那估重量就是卖有求荣啊 把陈水扁给卖了 其实我这样讲啊 估重量没有回国投案 没有估重量的供词 陈水扁一样跑不掉 这样大家有听懂吗 陈水扁的那个罪证确凿 哪缺你一个证人啊 那为什么特征组要搭这个 让估重量搭这个便车呢 为什么 你回来 你从日本回来 我们不把你上手铐 我们也不伸压你 你是大老板啊 怎么可以进看守所 来来来来 你流亡海外通气 我们网开一面啊 给你撒毕丝啊 你不用上手铐也不用收压 特殊待遇啊 看到没有 司法遇到估重量是会转弯 最近不是有一个那个叫朱国荣吗 不是落跑 然后害一大堆人被起诉吗 估重量后来卡到另外一个案子啊 跟朱国荣同案啊 因为朱国荣我也不认识 我帮他申冤一下 他跟估重量是另外一个案子的同案被告 结果朱国荣被申押 被收押 估重量一样交保 我看这些新闻想说 这个台湾的司法是真黑案啊 有钱破事 没钱就破事啊 其实朱国荣也很有钱啊 但是你的政商关系 差估重量差远啊 估重量卡这么多案子 没有一天被收押过 看到没有 有钱有势 就可以聘很好的律师 帮你打官司啊 红火案到现在也判不了 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 红火案是2006年啊 现在是几年 2024年啊 他快要打破傅昆奇的 傅昆奇这个炒股票 前后拖了20年 这有个好处吗 这个司法真的是太离谱了 好 我跟各位讲 就是说这个都有 我讲这一次 我拿这个新闻稿的封面是告诉你说 我讲的都是有所本来 给我那个刑法100条那个来 我给大家讲刑法100条是什么 很多人不知道刑法100条是什么 就被傅昆奇给骗了 不是这刑法100条啦 你是例如刑法100条 这叫1992年好吗 来来来 刑法100条 中华民国刑法100条 因为很多人 我没有给你吗 你又不见了 来来来 来 刑法100条是内乱罪 那就是这个 刑法第100条 内乱罪 然后103条叫外患罪 内乱外患罪 刑法是这样子 意图破坏国体 什么窃居国土 以前的刑法100条 就是1992年修正 之前的刑法100条 他会去处罚那个思想犯 所谓的思想犯 在当年也有这个独台会的案子 在这个搜索清华大学等等 当年闹得很大 那些都是政治案件 当年的政治案件 那所以后来刑法100条 有修正 修正什么呢 他加上去说 要以强暴或胁迫 着手实行者 才算是构成 这个内乱罪 也就是说 经过很多民主前辈的争取 刑法100条的构成要件 更严格了 你要有强暴或胁迫 着手实行 那傅昆起的案子 跟内乱罪有什么关系吗 那案子给我第五标来 第五标 炒股票跟内乱罪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怎么会去瞎扯 刑法100条呢 也难怪我昨天看吴思耀 讲斗都快哭了 因为他们那一代的人 那时候吴思耀应该是 应该是市议员的助理 那时候应该也很小 年纪也很轻 他们当年都是上街头的 就是也百合之后 去抗议这个刑法100条 那这个我拿这个法条 给大家看的意思 就是说傅昆起故意去扭曲 这个意图的意思 那这个刑法100条 后来已经修正了 我刚跟你讲过 已经修正了 所以他拿炒股票 跟内乱罪混在一起讲 这个是很恶意的混淆视听 好不好 这给我证交法155条 我们看一下证券交易法 我直接拿法条给你看 我讲的不够清楚的地方 请大家包涵 来给我证交法155条 我们看证券交易法 我就直接拿法条给你看 他写什么呢 意图抬高或压低 集中交易市场某种 有价证券之交易价格 与他认同某 155条 他第一项有很多款 这其中一款而已 那法条很长 好你自己去看 好 也就是说 傅昆奇他故意把 炒股票跟内乱罪 黑龙世道 黑龙世道 把他混在一起 他就是要瞎掰说 我没有炒股票 我没有内线交易 我只是意图而已 民进党就抓我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傅昆奇 你跟黄中宏 黄任忠 古董章是什么关系 你怎么好意思 这样瞎掰呢 你真的是很不要脸啊 傅昆奇 我骂你不要脸 你赶快去告我啊 我们到法院见啊 我就是公开骂你不要脸啊 你真是无耻啊 当我把这法条拿出来的时候 你有什么脸来面对 这些法条呢 你是瞎掰呢 你瞎掰到这个地步 你是骗大家都死光啦 大家都不晓得刑法100条 当年的那些事情吗 我跟你讲 现在跑地板那些记者 没有资深记者 那些记者 三十几年前 可能还没出事呢 啊 傅昆奇讲刑法100条 那个给我41秒 那个 来来来 我们再播一次 我跟你讲 我没说 他都不知道啦 给我傅昆奇被政治破坏 你笑死了呢 你 来 傅昆奇没有错 就是被民进党 用所谓意图影响行情 我们再次表达 新法100条意图叛乱 都被民进党当年要求要废除 现在却用意图影响行情 意图犯 不是委员交割 不是内线交易 却用意图犯 把一个五星县长 押去劳改 民进党 现在救台湾的人要来了 我们一定会把这八年的 贪腐 意义的揭发 让全国国人都能够了解 不要 不要 不要惧怕 如果你没有贪腐 你就不要怕 你有贪腐 就是一个诈骗台湾 自己在心虚 傅昆奇自己才是心虚 傅昆奇 你去告我 我们到法院去辩论 看你的内线交易的案子 跟内乱罪有什么关系 你讲 你讲得过我吗 大家都不要 没问题 我让你 我左手让你 因为我也没有前情律师 你叫律师来 你随便找三个律师来跟我辩论 我左手让你 这怎么好意思呢 给我那个1992年那一张 刚刚那个照片那一张 这当年是多少人上街头 去抗议刑法一百条才修正的呢 你讲的那个以前刑法一百条 那个意图 跟证交法 跟选霸法 跟刑法 其他那些意图 那个意思本来就不一样 以前的刑法一百条 会处罚所谓的政治犯思想犯 可是后来修正了 这当年就是好几个台大的教授 林三田教授 李正元教授 陈思梦他们 他们就上街头抗议 人家争取来的东西 你拿来把人家乱讲 笑死了 我们先念广告 我是陈慧文 希望听众朋友谅解 因为我自己要先消化这些东西 我才有办法讲给大家听 然后有时候我准备这些资料 跟准备这些影片跟标题 就是我自己下的标题 我自己找的资料 我自己去做的 因为我没有制作人 我也没有小编 我就是校长减攻击 有时候我传这些资料给阿滋的时候 其实我们节目已经快开播了 所以我没有时间跟他ray 所以这点有时候难免会有那种 误会的地方 不是阿滋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提前传给他 我也没有办法跟他一张一张对 这个是我自己作业时间压缩 因为我从梯台录影完 五点开车跑过来 其实这个有点那个 有时候塞车或什么的 乱七八糟什么的 这一定要请大家亮解 有时候我们播的画面跟标题 不太正确的地方 这是我的错 不是阿滋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好 那我们刚提到这个 这个1992年 当年的这个刑法100条的 这个修正 我实在是不晓得 傅昆琦的动机是什么 因为这个 以我们有经历过那一段的人 一看就知道这是假的 这一看就知道 傅昆琦是瞎掰的 你的案子跟刑法100条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再解释一遍 看能不能讲得更白一点 以前的刑法100条 它是处罚思想犯跟政治犯 只要你主张台湾独立 你就准备被抓去关了 只要你主张 譬如什么分裂国土 什么切占国体什么的 只要你有这个想法 你有这个大家来开研讨会 我们来这个写论文什么的 你只要做这些动作 你有这个思想我就要抓你了 当年读台会那些案子 都是大概的这个情形 那后来这个 刚讲台大的这些教授 这个林三田教授 李正元教授 其实这两位教授都已经不在了 都已经离开了 这个很多年前了 那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不行啊 我们只是有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就要被抓 我并没有真正的去分裂国家嘛 所以他们后来才去加说 你有这个强暴脅迫 左手实行的 才会构成内乱罪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就刑法一百条的这个 这个修改 那我们呢 我们回来讲说 一般的法律啊 譬如说我讲一个最简单 大家耳熟能详的 来来来 我看我手上这边有没有 我我我跟妳讲 这个这个东西啊 傅昆奇他是讲不过我的 为什么 因为他讲得很好笑啊 这我传一张给你 你帮我做一个大 那个大小框给我 这个 我跟你讲 因为大家都耳熟 譬如说窃盗罪啊 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那个叫做窃盗罪嘛 那阿智你这张给我 这个你慢慢做 我顺便念 这个叫选罢法 一百零四条 好这个 我跟你讲 这个每个候选人 每个人都朗朗上口 我念你就觉得很好笑 意图使人不当选啊 这一条就叫做 意图使人不当选 好谢谢 这个选举罢免法的第一百零四条 他的真正条文写什么呢 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 或意图使被罢免人罢免案通过或否决者 那你会觉得很好笑啊 赖清德是不是意图使柯文哲侯友宜不当选 废话嘛 我要选总统 我是赖清德 我当然希望柯文哲跟侯友宜不要当选啊 对不对 那柯文哲是不是希望赖清德跟侯友宜不要当选 就意图使人不当选 那我只要意图使人不当选 我就违反选爸爸嘛 是这样子吗 比如说我跟谢龙介一起选市长 就谢龙介一号我是二号 我们两个只有一个人会当选 然后我意图使谢龙介不当选 我就违反选爸爸嘛 不是这样子啊 他有一个犯罪构成要件嘛 意图使人不当选 他后面的构成要件是什么呢 来我念给你听哈 好 以文字图画 录音录影 演讲或其他方法 散播谣言或传播不实的事情 足以身 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 处五年以下的旗徒刑 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 所以 选爸爸也好 刑法也好 并不是说你有意图什么的 就有问题 不是这样 法律的构成要件不是这样子 傅昆奇是故意的 他是明知故犯 刑法一百条的意图 那是当年修法之前 他会处罚政治犯跟思想犯 这个那一段罪 刑法一百条是比较特殊的 跟我们其他法条里面讲的意图 他用那个去转换他 证交法的那个炒股票 我意图操作 操作股票价格 然后你们就觉得 其实他讲的都是错的 我可以很肯定的 所以我刚刚都欢迎傅昆奇去告我 特别是网路被傅昆奇 收买的那些网军 你们赶快把我讲的录下来 拿给傅昆奇 叫傅昆奇去告我 我随时奉陪 我也叫高鸿安 那个谁 柯文哲去告我 他们都没告我 可能觉得我是小咖 没有关系 反正只要在告诉期限内 你要告我 我一定是奉陪的 都靠这个 这个工作在混饭吃的 我还怕你告我吗 你去告我 没有问题 我在怕你 你讲的都是错的 你在瞎掰 你是一个很可耻的政客 你没有资格跟刑法 一百条相提并论 那我现在要问 我就单挑赖世宝 赖世宝 你是国民党最资深的立委 赖世宝你要保持沉默吗 赖世宝你要参加赴水组织吗 傅昆琪在立法院 公器事用在讲他自己的官司 韩国瑜跟赖世宝 你们要沉默吗 当做不知道 天下大乱 不要这样 不要再骂我的什么的 赖世宝 如果你要当缩头乌龟 那你不要再当立委了啦 你站着毛坑又不拉实 身为最资深的立委 你要跟 傅昆琪 一秋之河 航瀉一气 那我也就放弃了 我就点名赖世宝 其他国民党的立委 你们一点良知都没有了吗 你们要当傅昆琪的赋水组织 你们要当傅昆琪的啦啦队吗 傅昆琪他否认他炒股票 傅昆琪说他被民进党政治 破坏你们支持吗 你们要随着傅昆琪起舞吗 我就问金府冲 问马英九 傅昆琪炒股票是真的还是假的 傅昆琪炒股票是政治破坏吗 你们可以再离谱一点 没有关系啦 在鬼扯 在瞎掰嘛 可以这样子吗 自己丢脸的事情 然后现在摇身一遍 被国民党的总召 在立法院的国会殿堂 去讲自己的官司 还好意思把刑法一百条拿出来讲 民进党破坏我 民进党把我抓去劳改 怎么样 我没有炒股票 我没有内心 你好意思讲 立审的法官 每个人都冤枉你 你的官司拖了二十年 你的内心交易 你的炒股票都是假的 我跟你讲 你去看傅昆琪的判决书 他不是炒一只股票 黄国昌 黄国昌 你不要那么相怨好不好 不要那么政客 傅昆琪炒的股票可多 他不是炒一只股票 他是一只在炒股票 我讲我负责 我讲错的 我抓去关 没关系 问题是傅昆琪敢告我吗 我跟你讲 他不敢告我 为什么 我讲的句句属实 我不会参加附水组织的 我告诉过大家 谁支持郭台铭 我就喷谁 有没有 去年总统大军 谁支持郭台铭 我就喷谁 谁支持蓝白盒 我就喷谁 谁现在跟傅昆琪 站在一起 我就喷谁 就这么简单 我也没有什么原则跟立场 他讲的都是错的 都是假的 都是瞎掰的 所以我刚 特别点名赖士堡 特别点名韩国瑜 你们就是要让傅昆琪 在立法院这样子 我就用立委的身份 用总召的身份 我就在立法院 讲我以前的官司 我是被民进党迫害 民进党用意图犯 就扮我什么的 我没有炒股票 我只是想要炒股票 是这样子吗 我现在就拿选霸法 给你看 选霸法是这个意思吗 那阿智你换一下 那个证交法给我 我们就看证交法 证交法是这个意思吗 他故意的去扭曲这个法律 法律不是这样解释的 傅昆琪 我讲的每一句都是对的 你去找你的律师 看有哪一句可以告我 我就欢迎 我们到法院去讲 看我讲错哪一句 你去告我来 赶快 你证交法 你没有违反吗 那最高法院 那个判决是假的吗 是政治迫害 鬼扯啊 太扯了啦 他讲的满口人意道德 什么的 你要救台湾 那个44秒 那个再给我一次 你要救台湾 你敢说我 我不敢听 你要救台湾 你算了吧你 来 中国唯一的 九年的五星县长 傅昆琪 被民进党 用刑法一百条 意图判乱都已经取消了 用意图犯来办我 我不但 没有违约交割 不但没有内线交易 用意图引起行情 把一个五星县长 打入大牢 本来我希望 我是最后一个 但是很难过的 看到杨文科 看到林志妙 看到高宏安 看到谢果良 甚至看到柯文哲 都会是持续的受害者 我们在这里 再次的感谢 所有全国的乡亲 让傅昆琪 站在这里 来救台湾 你救台湾 你去救 我就看你救台湾 给我黑色那一张 然后下一个标 你救台湾救给我看 你在鬼扯 没有关系 我吃清饭蛋理 我要看傅昆琪 嚣张到什么时候 我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 看你生肚子 或是我生肚子 没有关系 说特征组有三种 国会特征组 民间特征组 在野党特征组 我跟你讲 这些都是骗你的 我也特别谴责 国民党有法律素养 有法律专长的 吴宗宪 你当过20年检察官 你不知道这是假的吗 汪小离 你是刘德的法学博士 这怎么做 你告诉我 我就讲一个 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刚刚王鸿威 我不太想为难他 因为他现在是附水组织 我不要为了几千块车马费 跟他大小声 这两天 大家不是都在骂王毅川 有没有 王毅川说什么 什么手机监控 然后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青鸟 小草 在那边瞎掰一堆 对不对 今天立法院 大家也都在吵这个 其实很无聊 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王毅川在三立的节目 讲那个什么手机监控 什么基地台 那个有没有 对不对 请问 立法院的国会调查权 可以查王毅川吗 因为我们剩下两分钟 就要进广告了 我就不问聊天室的朋友了 这问题有点难了 答得出来的也没几个了 我再问一遍 王毅川最近在三立节目 大放瘸池 依照昨天立法院三读 通过的国会改革无法 请问立法院有没有权利调查王毅川 可以查王毅川吗 把王毅川抓来问 你在三立讲什么 真的有手机监控吗 你的证据是什么 立法委员可以查王毅川吗 来给我第二个标来 我也觉得这个也蛮好 我特别感谢柯P 柯P今天接受媒体访问 柯文哲说我反对特征组 这就好玩了 柯文哲反对特征组 你要怎么成立在野党特征组呢 柯文哲你总算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变的 你从以前到现在都反对特征组 这个我给你respect appreciate 非常好 那我就看你国民党怎么玩这个特征组 来给我大把关那个图 第四标 谢谢你 我跟各位讲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 我就直接跟大家讲结论 我们台语说一句 说 招牌较久还是路牌较久 这句话 用在谁身上都一样 招牌较久还是路牌较久 这个图 也感谢联合报的整理 我直接告诉你 以我的研判 大把关会做暂时处分 那大把关做的暂时处分之后 傅昆奇讲的那个什么瞎掰 什么国会特征组 民间特征组 在野党特征组 什么都查不到 在立法院听立委的 立委表决嘛 对不对 我请问你在宪法法庭听谁的 魂英雄怎么那么笨 在宪法法庭当然听大把关的 那就对了 你觉得大把关会理你吗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就爱点你 UFO